回到57股市同学会 GP200不是不到只是迟到 那现在其实各大的投行 对GP200外来的发展 还是深具信心 就连大咖也按赞了 这是谷歌的前CEO施密特 他说啊 辉达是AI的最大赢家 因为科技巨头 对资料中心投资规模 上看300亿美元 如果这笔钱全部流向辉达 你就知道在股市上该怎么做的 就是买进辉达吗 辉达0.5红收124.58美元 上个礼拜涨了19% 14个月来单周最佳表现 就在上周了 那8月28号是辉达的财报 要用超高的标准来检视它 市场共识辉达Q2赚 是营收市来到286亿美元 瑞银估到299 那本季是317美元 投资更关系的是Blackwell的进度 花旗也预测辉达达未来2到3年 会以9成是这样绿雄霸AI的 相关晶片市场 GP200出货 就算延迟对手也很难超车 包含了英特尔 要做AI晶片 跟软银合作也传出破局 OpenAI愁上照美元 生产AI晶片 也没有实质的进展 好 展哥我们先来问一下 这一次 这一轮两个礼拜又回到节目当中了 那今天台北股市的表现 其实要来挑战 季线超有点卡关 不过相关的设备股我们点名到的还是非常的强势 我们等一下一档一档会来讲 我们现在讲这个部分 今天有个讯息说 这老AI的公司都要想办法来这个增资筹资 就是为了因应未来这个高端AI伺服器的这个资本支出的应用 所以看起来不管是大咖或台湾的公司对这方面都没有任何的疑虑 那现阶段台北股市进入了这个 之前破底之后的破底翻也上涨到了季线的位置 我们现在的操作策略跟之前破底之后的操作策略 那个时间点要不要做一点点调整呢 OK 这个调整其实我们上礼拜再连线我们就讲 待会我们再带大家复习一下 其实这个其实有一个重点 那个之前费费扬就说挥达怎么样会延迟出货 其实那时候我们就说真的延迟出货又如何 反正你要买的还是会买 但是如果讲到这一点 其实有一个可以注意 因为一般来讲我们讲H100 这个对于AI的概念是什么 其实大概两个功能嘛 训练跟推理嘛 一般的训练其实H100够 然后对推那个GP200之后 其实就说训练跟推理都是用我的就好了 但是你说谁几个巨头嘛 亚马逊嘛Google都自己做ASIC 那这个地方如果GP200延后的话 会不会有利ASIC 这是一个思维 来看一下3661 好 因为3661基本上大概在AI的训练上面 它大概是一个大块的 下面如果可以放法人外资投信 好 这里有没有机会注意 我觉得可能可以有 但是 延迟的受惠股 对延迟的受惠股 但是这个地方当然另外的角度 你说到底别人会成功吗 你说软银揪Intel 但是Intel揪人最近都满腾失败的嘛 对 但是你说OpenAI也是筹资 就是要不要自己做 目前看起来好像又几率不高 但是你看这个地方 来我们稍微说小一点 它小小小 另外一边另外一边另外一边 它从什么时候起跌 这里三月 三月是什么 黄仁勋在GTC大会说我推GP200 所以那个时候市场有一个氛围 对就说什么 那其实这些ASIC大概就没跟了 因为它就告诉你说你不用做了 你不用自己自己 就跟我买就好了 你买做的 对所以你看就一路 真的其实营收期还在上来 对啊 它就一路跌下来 但会到这里你看 反而第一档是外资反而跑回来买了 所以GP200 有没有机会它推迟受惠的租群 搞不好这些ASIC要继续 这是一个思考 好 当然就看筹码面了 那这个地方 META是说什么 你因为帽子在不需要之前 就建设计算能力的风险 也不愿意太晚 这翻译有点不顺 因为之前Google讲什么 就是我宁愿多投我也不要少投 概念上是这样 所以这地方我觉得趋势本来就没变 所以之前的是不是真的就是鬼故事流传 我觉得概念上比较像是这样 然后另外这个 世家CSP的业者 共识是多少 2000多亿 2120 然后台积电今年是多少 300到320 但是台积电这个地方 我觉得也蛮有趣的 因为它现在去欧洲设厂 欧洲到底谁买单 欧洲政府要买单多少 这个我们不知道 对 因为照理讲你扩产的幅度是比以前大的 去年好像360 那为什么今年变300 到320 所以这个地方是不是 因为以台积电的level 应该跟政府谈判 应该可以拿到一点好处 这个因为我们不知道数字 这是猜测 但是可以思考一下 然后另外 这个券商估 2024年同比增长多少 241%到1191 这数字稍有出入 因为是券商估的 2025年再增长112% 所以其实及时到明年 都还是大幅增长 所以这个状况 当然大家说 挥达过去的话 本亿比都市场看 一定你要更好 比好还要更好 但是以这种成长性来看的话 其实说真的 它更好的几率不是没有 来我们回头看数字 来这个是Top4 就前四大的云端业者 来他们的资本支出的状况 来请你看2024年到2025年 2025年多少拉过来 大概在10亿百亿 接近250 billion 对 2400亿左右 所以我们刚刚讲 台积电是300嘛 对那就乘以8嘛 对不对 然后如果前十大 拉过来多少 大概200 2700吧 2750附近 所以这个金额真的就很大 那你要怎么去 所以为什么最近 这个设备股还是这么强 因为这些军火库是谁 都还是台积电 台积电要怎么扩产 就是要买设备 所以概念上还是这样 所以你说一回头 鬼故事一过 就谁回头最强 还是这群人 对不对 然后但是很多人会质疑说 AI的进展到底如何 这个地方是收入 其实客观讲 这些云端业者 前三大 他们的云端收入多少 其实真的很低 真的不高 六百多亿而已 但是我们讲 之前我们就聊过 说Google一月要跟我收钱 我目前看起来 我应该会付 但听说有另外一大巨头 可能中间就会收钱 那这个地方会不会爆增 对 我认为几率是高的 然后这个地方 回过头来 GP200还有影响性是什么 来这个近期我们发觉 整合一下 大家都在募资 广达在募资 微影 台光电 南郡国际 陈明电 后面三家就比较小 我们就不讲了 广达是 以前十多年前 有一个外资报告 它那个标题叫什么 Quantabank 然后说它的钱多到像银行 然后说 我就只要定存就好了 我就很多钱了 所以你看广达 账上现金多少 1449亿 然后干嘛 它要再募300亿 这是什么概念 已经这么多钱 还要再募钱 对 谁需要用到这么多钱 但是我们反观它的对手 鸿海 它目前账上大概一兆多的现金 所以你如果鸿海 鸿海一兆多 广达 一千多 一笔之下 广达压力就来了 为什么 因为传闻都说什么 这些大咖跟你下单 你就是从后到来弄到好 我再一笔付给你 所以你前面不管买什么 GB200什么什么 全部都要自己付钱 所以为什么连广达都要筹制 你就知道 这个规模可能很大 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 有没有问题 客观讲我觉得问题不大 但是当然相对的 如果GB200延迟 那他们股价 最近疲弱很正常 对 很合理 因为大家都在想说 你到底什么都正常出货 对 来 接下来我们再看 来这台积电的产能 其实去年我们在讲的时候 是这一段 那时候我们是多少 1.25到2倍 对不对 至2倍 所以你看去年是15 然后到35 其实有没有超过 有啊 其实是超过2倍 但是你看这里差距是多少 这里是20 这里到25年是多少 也是差20 这里是10 所以现在在这里 现在时间点在这里 所以你说真的 至少明年都还是大幅扩产 虽然比例下降 但是绝对金额不变 对 因为你绝对金额跟那个规模有一定的影响 而不是看纯粹的比例问题 对不对 然后这边就可以注意一个点 这个是H Series 就目前的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今年2024 基本上还是H系列为主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但是到明年你就发觉 其实那个B系列 其实就整个就拉上来 所以客观来讲 这个地方你说 整个AI的进程有没有变 我觉得经过了这个市场的动荡 我觉得没什么变 来我们看一下NVIDIA 好 NVIDIA的股价 来 缩小 缩小 其实它有个特色 它从去年 来 再小一点 没关系 再小一点 它从去年开始 再小再小再小 再小 好 算了 不够了 去年的状况是怎么样 去年前年都涨一段整理整理 然后再涨一段再整理 但今年这一段涨得很快 确实涨得很快 但涨得很快 第一个有可能是什么 大股票有可能是陌生段 这确实是这样 经验上来看 然后这里高不过高 拉下来这也很合理 但是你看这里跌到这边 其实对应这个平台区 对不对 所以跌到这里 我就说这是观察点 如果这里平台区都跌破的话 会不会真的就下来 但是跌到这里一根而已 你瞬间有跟你买的机会 你不买就没了 就上去了 所以这地方你看又回到这个整理区 所以客观讲这个位阶 如果守住的话 这大概115附近 如果守住的话 我认为还是一个强势整理的格局 所以就等刚刚赵亚老师讲的财报 828 那从中间我们可以选什么股票呢 其实这个过程中间我们从上礼拜 这一段时间的问题是什么 这里杀下来 然后这两天融资大减 然后后面就直接谈 说实在话这里全部都是量缩 这也是目前结盘的人最常讲 价长量缩其实不利多头 对 逻辑上是这样没有错 就正常的角度是这样 但这里是价跌 下杀取量 而且融资大幅砍仓 所以其实我回过头来 大家常常讲的一件事情 因为现在我们上 节目都会有人留言 有些人就说 就是V转 不用想那么多 然后有些人就说 又是很不好 所以现在的看法都很分析 但是我觉得问题是什么 其实我们在股票市场 其实重点几个 就是看法 做法跟心法 其实绝大部分的散户 你的重点是觉得什么 就是看法很重要 我看对很重要 然后看对了我才要下单 但第一个有问题 你怎么知道看对了 对啊 因为你最后结果证明你对了 你如果当初没下 那也不叫看对啊 那也叫看对做错嘛 或者是看对你连勇气都没有嘛 那你在酸什么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跌到这一天 850我就进去买台铁链了 对不对 不就是这样吗 做法 所以重点是什么 但我们并不是说 我们就是傻傻的看完 我们就进去压嘛 但是我们压完要有策略 所以重点是做法 所以从这边我们跟你讲 金字塔的时候 我们说950 950 850 跌到850 大家都不敢买 我去买 对不对 但到这边我们跟你讲 其实现在我觉得 拉回有没有打第二次脚 可能有 如果有怎么办 那我两阶段 我该买我先买 对不对 那我怎么做 这上礼拜的连线我们在讲的嘛 我们说这边上来 我们是不是说这个缺口很重要 8月2号 8月5号缺口很重要 那这边回头 我觉得有机会 我们这边买 其实同一天嘛 我就讲金顶和花勤电 我觉得本益比都很低 涨到现在25倍 对不对 不到嘛 来这个是不是缺口 然后这个圈圈是不是什么 导星反转 这很明显的概念啊 然后这里还有前面的整理区 所以涨上来这边这边整理 结果你看 这样买多少 5天啊 23%嘛 对不对 所以重点是你看完之后 你有没有勇气去下单 那你的心法是什么 真的错了怎么办 错了就接受啊 我们就思考说 做法上我怎么做 所以我们如果两阶段的做法 我这边买 说真的再往下跌破 也许跌破即限我就挺损 但是如果上去了 那我们就算嘛 那甚至真的上去 而且盘思又指纹 其实搞不好 都还有机会再加码 所以其实重点并不是说 每次他都想说 我一定要看对 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不是这个概念 因为你在市场上 在人生中就是这样嘛 然后每次都选对 你有这么强就好了 对不对 那回过头来看万润 万润这边当然今天关起来了 这个角度为什么我那时候也不敢选他 我觉得本益比有点高 对不对 蛮高的 但是你说他成长率 然后 四百七几八 真的很高 这种比例应该是银建股 对不对 还是他现在在盖房子的我也不知道 但是问题是 哇 这这么夸张耶 但是OK 这里有强不强 其实这里W底啊 说实话这边我觉得 哇 真的有机会 但是我真的不敢买啦 对 因为那时候就 本益比太高了 对 但是这边哦 注意一个点 这里上去下来 这个是前高的位置 所以当天突破 当天杀下来 而且瘦到快几乎最低 对 所以如果这一天的状况 如果假设我前面有买 这一天我可能就会跑掉 对不对 那同样的道理 这个星云 星云里面 当然施志诚里面 大家都讲星云红硕嘛 你看红硕76倍本益比 你敢买嘛 说真的我也不敢 但是你看星云的年增率其实算高 所以说这边下来 其实他们两个有没有像 有 其实他们长得非常像 但是你看这里 在关前做一个整理 如果问题是什么 如果他真的过关站稳 其实说不定他就有机会 所以我觉得思考上可以这样 那另外可以看强作弱 这个其实我们买过很多次 中间15% 15% 15%这样赚 也赚了几趟 但我们时间不够 那就请大家看加LINE 我们在我们直播再跟大家做分享 好 星云今天股价 搭上散出型封装 股价今天又冲到涨停板的价位 108.5块钱 那掌哥说 看星云桥我们可以做这个低位阶的 1785的光阳科 本益比目前大概是29倍左右 那如果说大家对刚才所讲的资料 任何问题或兴趣的话呢 你可以参考我们画面上面的联络方式 扫QR 或是我掌哥的LINE ID 那相关内容都会放在LINE ID里面 同学们有问题都可以提出 那掌哥呢 现阶段的大盘量阶段的买法 也可以应用在很多的股票里面 怎么样来操作呢 都可以跟老师来请教 我们是一家合法投股免付费专线 0800370888 0800370888 本投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